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提名聯儲局前主席耶倫做下任財長 預計他會成為美國第一位女裁長 拜登過渡團隊發聲明說 在下屆政府控制疫情的同時 耶倫會帶領團隊重振經濟 為民眾提供緊急經濟援助 確保人人都可以分享經濟成果 74歲的耶倫 14年獲時任總統奧巴馬入命 做聯儲局主席 18年特朗普上台之後 沒有委派他連任 假如獲國會確認 耶倫會成為美國第一位女裁長 至於副裁長就會由亞德耶莫出任